想跟大家讲一讲, 任正非在央视访问的时候 自己提到自己曾经准备用100亿美元 将华为卖给美国公司 但最后美国公司有些问题就说 最后就不收购了 我解读给你听, 其实所有都是这样 这些真是漏砌的表现 你无端端在这麽敏感的时候 提到自己的价钱 即是Valuation 首先, 上市公司知道价钱 大家都知道 那些股价加上来 那你就很容易计算到市值多少钱 但是如果你是Private 你就很难股价 其实很难股价 因为你私人公司 加上买很多东西 你都不知道的 你的数据是很难计算的 所以从来Private Company 就很难计算的价格 所以之前Chanel 都会有这样特意 好像差不多由他开始以来 从来未公布过自己 自己做多少钱 多少钱生意 那你一做这些事情 就很可疑了 基本上就会漏砌 即是你想放盘 而任正非在敏感时间 这样提出自己的100亿价值 那也是为自己定价 就是基本上告诉你 现在华为值100亿 那当然前提是你要信他说话 你信他说话 那如果是100亿美金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他的心理思想是怎样的 那你100亿 OK啦 那你走过来 如果买的话 喂 打个半价 即现在怎样都好 是不是 半价卖给你 因为他说的不是最近的事 是之前 就是exactly 我找不到他 是几多年前 是卖这个价 但是总之 现在怎样都好 你看一下他 其实说的 100年的生意都不错的 那怎样都好 譬如说 你半价 50亿美金 那其实他都很兴奋 他卖得了 那你再坏一点 现在你这样被人打压 就是再打个 两折 好吗 20亿美金 我可以告诉你 就算他现在换到20亿美金 他都兴奋到 你睡不着 就是有多少美金 如果你给他美金 所以他怎样强调是美金 是吧 人民币是没有用的 你给多少人民币 他们全部是走一支 他女儿慢慢走一支 都是想一些钱 转出去外国 你转出去 打多少折 都不是很大重点 尤其是大陆 所以他的心理 整个思路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候 说自己值100亿美金 就任你开天杀 隔落地还钱 如果你以他的收入计算 是很和味的 如果你这么便宜 买到 买到是很和味 否则一定有一大群的农民 或者怎么样也好 那些老农民 或者暴发户 到这一刻 可能他还是以为 甚至乎香港很多人 都还是以为 人民币将会国际化 迟早的事 过了这个美国线 就会国际化 甚至乎取代美金 有些人真的会这样想 甚至乎 迟早了 美国现在就来不够了 会取代美金 如果你这样 真的可能有水于买 华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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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预计算盘 应该就是这样 那 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 这件事呢 其实也是在说 一家私人公司 要定价是很难的 因为最主要的 其实是 你的资产 其实你的厂房 那些机器 根本都没有那么大 一定是goodwill 一定是买他的前景 和将来 和各样东西 或者他现有的客户 或者现有的现金流 用这些东西来计算 但是 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华为 你私人公司 你那盘数 信不信得过 你拿盘数出来 老实说 谁会信呢 你中国人自己管盘数 谁会信呢 坦白说 你之前说自己有多少 放了多少个%的收入 去做R&D 去做research 做科研 做研究 其实都是你说的 其实是很难的 究竟什么 会不会兜了一圈 又回到自己的袋子 会不会兜了一圈 又回到自己的袋子 是吧 就是搞一些project 研究一下 开发一下 那些钱整整下 又回到自己的袋子 你作为中国人 你没有办法相信 我从来没见过 真是一个这么诚实的 商业 所以我就说完了 那就是 用这件事 带出我们自己的VIC 是吧 最重要 我们的VIC 现在就是 The Victorian Investment Company OK 那就是 那些infrastructure 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 随时开始 第一件事 我们知道 我们的远景是 Tokenized Economy 这件事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 我就可以看之前 有一条影片 专讲这件事 就是基本上 我们现在开了一个 playlist 就是 for我们VIC 所有相关 information 第一条影片 就是说 Tokenized Economy 我也会放一些 连续在下面 在下面 各样的 可以 先看看 如果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 OK 这个是远的 那我们如何一步步 实行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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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是 有过程 也是 Blockchain Technology 也未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是吧 第一步 我们第一步 就会投资 大家最熟悉的东西 就是 北美洲的地产 现在 北美洲的地产 正在跌 例如 我给你一个图 例如 曼哈顿 就开始 跌了 连续几个月 价格 也开始说 好像有买家进入 大家不需要急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北美洲 当然 是有很多 这个机会 现在未到最美 我觉得 还可以等多一会儿 所以大家不需要急 我们做得来 是差不多的了 就是差不多到 最美的时间 最美的时间 现在 最重要的是 鎖住 中国的钱 中国的钱 一天封 一天封下去 封到 然后再饿它一排 你明白吗? 要多饿一排 才行 其实短期内 根本没有人摘得到 所以更多人 是需要 丢出来的东西 丢出来 我们就是 遇到的机会 主要就是北美 之前 已经说过很多次 为什么会很有前途 是吧? 因为我就是说 如果你追求 盲目很高的回报 那些 当然不用了 我就说 你不如去委内瑞拉 你要追求那些很刺激的东西 或者你去 Hedge Fund 买那些 对冲基金 那些东西 比如说 十多个百分比 回报 但是 其实你知道 这个世界没有 就是很公平的 你要稳定 还是要急 你要急攻近利 还是要稳中求胜 就说了 那北美的话 说真的就是 就是稳中求胜 此其一 接着 第二个stage 第一个stage 我们是房地产 第二个stage 我们就开始 如果 比如说赚到钱 开始觉得 是OK 大家合作得开心愉快 那就开始会投资大家 Victorians 之间 的一些 商业 最好 最好 当然 你有少少少业绩 如果你完全有一个 idea 的话 就是会再推迟少少少 当然 如果你存在 已经是有些 比较稳健的 商业 那么 我们又可以 互相投资 或者去集资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透过 是我们的平台 暂时可以这样 你可以 我现在 基本上就做一个 例子 我们到时候 如何做 presentation 如何 present我们自己的 business 或者是 甚至乎 idea 这个会更好奇 如果你完全是 什么都没有 是一个startup的idea 那当然 你不要要求 那么多钱 你要求一个少的钱 或者也有的 尤其是当我们 碎片化的话 不是投资很多 如果投资少少 钱给你 那可能会 去买这件事 当然 到时候 我真的会 搞搞搞搞 好像变成了 什么shark tank 或者是 Donald Trump 那些节目 什么学徒 apprentice 就是 你 present the idea 各样的 你要 prove 给大家看 大家觉得OK 当然 我会一直 去 guide 这件事 你知道 我当时 如果真的 是毫无 就是完全是毫无情 完全发挥一个真正处理座的 那个critical 是非常苛刻的 可以 但是当然 你不要以为苛刻是不好的 我之前一向说过 尤其是那些想创业的 你要知道 你将来面对的那条路 可能是 那个市场 是苛刻一百倍的 比我 如果你觉得我说话 有些人都会觉得 你为什么这么苛刻 你这么明显 如果你觉得我明显 你真的出去市场 你会遇到那种困难 那种挫败 那种挫折 那种难听 那种吞声忍气 各种受气的东西 是随时残酷十倍 所以呢 如果你们当中 当然也有不少 可能做过生意 或者自己创业 你会明白我说什么 是吧 我说几句 如果你都觉得难受 那当然 你就不是我们的目标对象 是吧 你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 都没有 你不是去判断我说话 里面的含金量 或者是准确性 或者是认不认嫌 而去判断我说话 是没有听 或者是没有说粗口 那自然 你几十岁人 你还要吃糖 的话 或者你还要输人 如果有人秘籍的话 你可以去波兰街 是吧 我是不会帮你打飞机的 是吧 我们就是要想 希望好像 就是 知道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赢 是吧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件事就是 目前是这样 第二步 到第三步 当我们互相投资了 开始会有这样的 对第三步 就是更加重要的 当然我们是不会完全一刀切 就是不代表我们第二期 就完全不投资地产 但是我们始终要留意 我们最后的目的是 是想如何 是吧 但是怎么也好 第三期的话 我们正式就加入了 Blockchain 这件事 其实之前做的事情 我们已经在做了 只不过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分到很小 就是没有办法分到很小的Units 如果你说投资两元就糟了 那币户户也不行了 币户户也不行了 币户户也不行了 那最后的 stage 就会完成 到我们的Blockchain 也比较成熟的时候 就是正式用Blockchain 这种技术 那变成就是 是skip了 不需要会计 直接是全部是电子化的话 就是 用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 可以很小的做到 就是我随时一看到你的idea 我就按一元给你 按兩元給你,按五元給你 即是小到這樣也沒問題 因為這樣,譬如傳統會計 根本無法處理 說成萬個 shareholder 就是搞一個市多這樣 不可以的 所以就是這件事 就是我們那三部曲是怎樣走的 當然不要說太遠了 說太遠,失了聚焦 就是我們準備投資北美 接下來這個機會 接下來這個機會 接收一些筍物品 我是從來不買貴的東西 不會正價買東西的 一定是有些人殺到一頸血 或者是等錢洗到 就是你沒有錢他跳樓 如果是因為現在銀行一定越來越收越近 譬如說加拿大也一樣 銀行越收越近 越收水越收越近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是可以有辦法融資的 是用一個接近cash deal 一定可以把媽媽扔掉 那個價格可以扔到很盡 我最喜歡的是人氣我取 這樣你才可以穩中求勝 之餘又賺得都算可觀 否則你真的去委內室內博 我說一下而已 我告訴你 你真的隨時都死了 染了外資等等 隨時 當然你是有這樣的 你是要做業計歡的 做省港奇兵的 亦都大有人在 但是我當然不會搞這些 這麼冒險的我就不會搞 這麼冒險 不如你去賭場 去賭場賭一局吧 其他人都知道 你去那些兵方馬亂的地方 100萬港幣買整條街 你整條街數了回來 你行不行不行 可能十年後 你就發達 變成了李嘉誠 委內瑞拉李嘉誠 又或者被人充公了 又被人打了白 不知道的 或者被人綁了去 就是綁票 什麼都會有 這些不在話下 所以就是說 現在說了計劃之後 其實我們就會開始 付出了 大家也放心 我一開始 真的會利益大家 根本就是 因為比較新的概念 內部認購的模式 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投資公司 什麼都沒有 我會把我的YouTube Channel 放進去 或者用一元美金 賣給 即是我賣給這間公司 變成這間公司 一開始就已經有一個資產 而這個資產 我將會詳細地解釋 解釋這個資產 即是價值在哪裏 但是我會把這個 YouTube Channel 當作送給 維多利亞公司 以後這間公司 完全擁有 由VIC 完全擁有 這個YouTube Channel 當然我們也會用一個 非常便宜的 價值 我之前說 什麼股值 或者任正非 就是講 將來這間 VIC的公司 值多少錢 我現在第一篇 的資產 就放進去 已經在這裏 這樣的話 當然以後做的事情 你也知道 我已經說了 不只是搞YouTube Channel 只不過說 只是這個YouTube Channel 你也可以看到 有一定的前景 壞些說句 什麼都不搞 只是這個YouTube Channel 也值些錢吧 你看到我這一年來 怎麼放很多心機 進去 是吧 也都是 你看到其實是很穩的 不會跌下去 只會越來越好 因為隨著越來越多 應驗 或者是 情況越來越緊張 只會越來越旺場 所以說 只是單說 這個YouTube Channel 都有一定的價值 而這個Channel 最主要是 是我們這個計劃當中 不好或缺的 一個最關鍵的工具 可以這樣說 第一 我們要對抗到 Fake News 我們要自己之間 有些真實的消息 或者是有用 有用的News 是吧 到位的 第二 就是我們之間 要溝通 要Present 譬如說 我們將來有什麼 idea 有什麼計劃 你們自己有什麼 business 各樣東西都好 我們會在這裏溝通 三來的 我們可以發達來搞 再發達來搞 就是搞多些不同的節目 是吧 不需要我 當然我也不希望 只有我一個人在 其實有很多可能性 很多東西可以搞 如果是由一間公司去運作 是吧 越來越多東西可以搞 可以預期 不要說其他東西 只是說這個YouTube Channel 也會延伸下去 如果大家對這個項目有興趣 我們要知道大概分多少 分享出來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去到我們這個 研究 就是在我們這個網站 我會放一條連結 或者下面 我會放一條連結 你按進去 基本上也是在Waymond Regulus Wordpress 網站那裡 那裡 當中 你去Menu 選擇Survey 也能夠去到 Under Survey那裡 那裡 你就會有一個很簡單的問卷 基本上就是 要你的名字 E-mail 和你大概 一開始 一開始 你打算投多少 是Comfortable 你覺得Comfortable 選擇一個 我會放一條連結 在下面 你直接按就可以了 不然就是 WaymondRegulus.wordpress.com 去到網站 Under Survey 其實你按一條連結 就直接去到這一頁 那你就填你的名字 填完名字之後 下面就填一個E-mail E-mail address 變得方便我們可以聯絡你 最後就是選擇一個 你覺得Comfortable 一開始投資的額度 接著送出就是這樣 I-mail i-mail i-�-mi i-mail i-mail i- Kate I can give you yes to me